我們就正式議程開始 我們第一場的講者是李慕約先生 他是世界衛生組織所批請的外部資料專家 他本身在兩岸三地都有在做資料的教學 發電機成本計算是他在臨時政府很知名的專案之一 今天我也會為大家介紹醫療U-Bike 拆架視覺化 為大家介紹這些議題怎麼去做視覺化以及怎麼樣去分析 我們用鼓掌歡迎李慕約 謝謝 很高興看到大家 所以我今天講的例子就除了等一下第一個例子以外 其他大部分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所以你就直接打myu.ch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這個 你就可以找到我網址今天講的絕大部分例子 然後你後面加Gmail就是我的Email 所以假如你有任何問題的話都非常歡迎在那個聯繫 沒關係這邊還有油管區 假如你不建議的話 OK 好 所以資料視覺化 就是為什麼資料視覺化 資料視覺化是因為 就是我們身處在一個很複雜的世界裡面 然後很複雜的世界裡面 我們過往就是說服大家的方法都是說 那個比如說我可能是一個領域的專家的話 我對這個議題做了很多研究 然後我研究之後我有個結論 然後我就告訴大家說這是我的結論 然後請相信我這樣子 就是這種請相信我的說服方法 就是溝通方法其實還蠻常見 你仔細看看比如說政府是怎麼樣做溝通啊 或者是大品牌是怎麼樣溝通 他們通常都不會告訴你太複雜的東西 他只是告訴你一個結論 然後說by the way我是比如說中華民國政府 或者是我是什麼大品牌 然後我在這方面是有權威 或者是我有某種專家性的 然後請你相信我 可是我覺得就是最近一兩年就是越來越發生的一個事情 是就是這種 一般人們對這種就是權威啊 或者是品牌的相信 逐漸喪失了 然後當你對品牌或者是權威 逐漸喪失的時候 你好像就需要換一個方法去溝通 所以換一個方法 對我來講 就這個新的方法可能是資料視覺化 所以簡單的解釋 就知道視覺化是什麼的話 就會是你想想看 你原本你要得出一個結論 你要說服別人的結論 其實你要很多步驟 你有資料啊 你有假設還有計算 所以資料有可能是舊的啊 或錯的 計算有可能是錯誤的 然後假設可能會 因不同人有不同假設 這三個部分會組成你的結論 然後隨著這三個部分的不同 你的結論也會不太一樣 那你仔細想想 我們現在都是在說服別人這個結論而已 然後好像前面這幾個步驟 都是一個黑盒子 可是就是在 當別人都不太會相信你的時候 就是其實你就會需要很清楚的 把這個黑盒子給別人看 然後告訴別人說 你有什麼樣的資料 什麼樣的計算 什麼樣的假設 所以 實際上一個例子 所以這個例子是 好 我們先開放 十秒的過長時間 大家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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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還有搖滾區 可以坐 前面還有搖滾區 所以 好 差不多了 OK 好 那 所以 沒關係 剛剛就是最後來的 你們沒有錯過什麼 我們現在才這樣子要開始 OK 好 所以 實際上 就是舉一個實際的例子的話 會是 所以 我在 在 今年稍早的時候 幫就是 中國 世界衛生組織 還有中國 情緣捐獻 共享系統 所做的這一個 所以 這個資料是什麼 這個資料是 3000萬筆的 醫療資料 然後 你想想看 就是 所以你想想看 你有這個資料庫 然後這個資料庫 有750家 三甲醫院 都跟這個資料庫 對接 然後每天晚上 這750家 三甲醫院 都會把這資料庫 就會把資料 最新的醫療資料 剩下這資料庫裡面 然後在過去兩年裡面 這個資料庫 累積大概 3000多萬筆的 疾病 的資料 那 其中一個 就是 當你有這個資料庫之後 其中一個 你可以問的問題 是 比方說 這3000萬 個 病患裡面 到底哪一個疾病 是最優先的 所以最優先的 其中一個看法是說 哪一個疾病 是有最多的患者數 所以像是這個 現在你們可以看到 這張圖 就是在解釋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看的是患者數 然後這邊是 中國所有可能的 對不起 就是他們所有 既定的 200種不同的疾病 然後 200種不同疾病裡面 就是200種不同疾病 累加起來的 就是種人數 然後 不同方框大小 就是表示 不同的 喔 哇 OK 這感覺 好 不同的方框大小 就是 不同疾病的占比 什麼意思呢 所以比方說 腦血管病 是在全中國裡面 就是人數佔比最多的 多多少 你可以看到 這個方塊的佔比 比起整個大方塊 它就是 它佔多少 所以第一名是腦血管 第二名是缺血性心臟病 你可以看到 缺血性心臟病 雖然是第二名 可是它的尺寸 其實沒有差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其實顯示 這其實蠻接近的 第三名是流行性感冒 所以這三個是前三名 後面還有一些疾病 可以看到這邊 是很小很小的 所以比如說 這個軟骨 惡性腫瘤 然後還有這邊 就是涉及免疫機制的疾病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尺寸 非常非常小 對不對 vs剛剛尺寸非常非常大的 你就知道這兩個疾病 就是差 多少了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看患者數 對不對 可是我們剛剛的問題是說 哪一個疾病最重要 可是 最重要的疾病 其實有可能會有很多面向 所以比方說 除了患者數最多的話 我們也會很有興趣知道說 整個醫療體系裡面 哪一個疾病 花我們最多錢 所以這邊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這邊有一大堆指標 包含花最多錢 哪一個疾病 你會需要在醫院住最久 哪一個疾病死亡率最高 重返率最高 就是你出去之後 你30天還要回來 男性佔比最高 年均值最高 還有 城市的居民佔比最高 所以比方說 我需要知道人均費用最高的話 我就切了人均費用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三個就是人均費用最高的疾病 動脈小動脈 風濕心臟病 還有眼跟腦的中速神經的二性腫瘤 那你可以看到 這雖然是前三名 可是它的佔比比起剛剛 比如說人數的分布 它其實相對來講 其實好像沒有佔的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有一個感覺 所以這邊有的幫助是什麼 就是這些分析都很簡單啊 就照來講 就是你這些東西 就是這個研究中心 其實有很多的統計分析師 然後這些分析 其實是他們早就可以做的 然後數字也早就可以跑出來了 可是現在真的好處是 你想想看你有一個視覺界面 可以讓不會寫程式的人 的官員 可以看到就可以很快一目了然說 哪些東西是最重要 哪些是比較不重要 然後情況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一是很快 就是把這個數字有一個形狀之後 你很快可以知道什麼大 什麼東西什麼小 另外一個是比如說自動化 所以我們有討論到說 比方說以前就是這些東西可能 假如比如說是統計人員做的話 你想想看他需要把資料庫抓出來的東西 他需要process一段時間 然後他需要再把他的結論 丟給他的使用者 使用者拿到這個東西 他不是馬上看 他可能是隔一段時間看 那看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個月 一年的時間差 所以當你打開這個界面的時候 資料可能就是去年或上一季的 那其實這個好像對你就不太直接相關 可是這邊假如你可以做到直接 把這個界面直接串介到 就是他們現有每天晚上都會更新的資料庫的話 那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他每天打開看的時候 他都會是最新最新的東西 所以即時性然後自動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講到就是說 所以像是這樣的資料好像很多不同的面向 然後這些不同面向好像都share同一個結構 所以當你把一個面向做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切換很多就是不同的結構 切換比方說看什麼東西 尤其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 然後這邊是惡性腫瘤 營養不良跟心臟病等等 跟死亡率比較小 所以這些很多不同的面向 因為他的資料結構都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做一直做這樣不同的切換 另外我再快速展示一下 就是這邊可以做的東西 這邊現在比較的都是 比如說一個疾病 比起所有200個不同疾病的佔比對不對 可是你還可能會想要看的是說 那我只想要看腫瘤比腫瘤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做切的東西是切這裡 然後現在你讀這張表的方法就是一行一行讀 所以第一行是腫瘤 然後腫瘤裡面你有比如說 瘤瘤原發性的多部位腫瘤 然後它佔整個腫瘤的這麼多 相對比方說內分泌代謝的話 營養不良是佔整個內分泌代謝的很多很多 所以這邊所有東西都是比它自己 然後你也可以把所有東西展開 然後你可以看就是比如說 現在是死亡率排序所以排第一 然後你可以用重返率排序 住院排序 這個就有點像是Excel一樣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全中國對不對 所以你預期就是假如你有這樣的資料集的話 你應該可以切換很多不同的面向 所以比方說你只要看男性 所以你按一下就是這邊就只有男性 你只要看北京的男性 所以這邊是北京的男性 然後你只要看北京17歲以下的男性 所以這是北京17歲以下的男性 跟北京比如說65歲以下的男性 相對於比方說你在開一個視窗 然後你在看一樣這是全中國 然後你在開一個比如說南部的城市 比方說廣東 比方說廣東 所以你就可以看這邊是廣東 然後廣東的前三名是這三個 然後這是北京65歲以上的男性 然後65歲男性是這三個 所以一樣你可以很快速做比較 所以這樣很多filter的概念 或者是然後就是一樣就是可以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就算你做filter它資料的結構都是一樣 所以你還是可以很快做就是用同一個視覺方法呈現 那另外一個就是或許我們等一下可以QA 只要有興趣的話可以再討論是說 就記得這個是三千多萬筆的資料 然後你們現在在對所有三千多萬筆的資料做分析跟理解 然後你切換很多不同面向 你仔細想想通常 比方說這原本的資料集三千多萬筆倒出來大概是5GB這麼多 你要就是跑很多不同的回格去跑5GB去問一個新的問題的話 你通常電腦可能要跑一下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邊你所有切換的面向跟你所有切換的分析 全部都是你按下去馬上就有了 所以它反應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怎麼樣在你可以看到這是遊覽器的環境端 就是怎麼樣在遊覽器的環境端非常快速的做5GB的資料的分析 假如等一下就是有人有興趣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回來這個部分 所以快速點一下就是我們討論到同一個資料集 然後它同樣的特性可以切換 它同樣的特性所以你可以通用同一套視覺化 我們討論到你大概可以切換幾個不同角度 可以多看到資料的東西 然後我們討論到自動化即時化等等的東西 還有速度怎麼樣在遊覽器的環境 遊覽器通常你都10Mbps的資料其實都會爆了 怎麼樣在遊覽器的環境做5GB的分析 所以我通常就在做就是資料視覺化跟資料分析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另外一個例子會是這個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這個就是黑漆罵黑的地圖 是一個Google Map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新竹地區 所以這是新竹地區 然後這邊的每一個點呢 就是新竹地區去年1到10月曾經發生過的車禍 所以黃色點是發生的車禍地點 紅色點是發生車禍 然後不幸有人死掉 所以比方說這個區域假如很密集的話 就是表示說就是很多的車禍都發生在這邊 所以這只有去年1到10月的資料 所以可能不太完整 那你可以做的東西啊 是比方說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你可能會想要做不同時間的切法 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你想要切說1到10月裡面 哪一個月的車禍最多 所以這邊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們切不同的月份 然後你可以看到C12月沒有資料嘛 10月其實有一些多 3月其實也有一些多 2月其實車禍比較少 所以黃色是車禍 紅色是死亡 所以你可以看到去年1到10月在新竹地區歐 都沒有4月的時候沒有任何人 就是車禍死亡 9月的時候就是比較多車禍死亡 可是這數量非常非常小 所以你需要考慮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是一星期的不同天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星期幾比較容易發生車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禮拜三的車禍數量 稍微比較少一點 然後就是禮拜一有一點多 禮拜六有一點多 你可以看上面紅色是死亡的話 就是禮拜一都沒有 就是在我們的資料期 在這段時間在這個區域裡面 禮拜一都沒有車禍死亡的紀錄 禮拜四的車禍死亡還滿多的 這是一天中的不同小時 所以你這邊看到的是什麼 這邊看到的是凌晨0點到凌晨8點的時候 這時候的車禍數量很少對不對 你看這邊非常非常小 然後8點之後就開始大家起床上班了 然後就開始有車禍了 然後一直到車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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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上8點 然後它開始逐漸下降 這是我們黃色的地方看到的東西對不對 跟你假如相對於比如說紅色的地方 然後你假如看到這一段期間 其實凌晨到0點到8點 其實車禍數量超級少 可是車禍死亡咧 車禍死亡其實是 就是蠻多發生在這邊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比如說你假如預防車禍死亡的話 你應該要從哪一個時段的警力下手 那一樣就是這個界面強大的地方 是所有東西都是可以互動的 所以比方說你預期 比如說你老闆會問你說 木月木月啊 就是你幫我讓一個分析說 早上的車禍跟下午的車禍分布 會不會在新竹地區有不同的分布 所以你這邊可以做的是 你可以拉早上 然後這邊出現的就是早上的車禍 然後你可以只想知道下午 所以你就把這個移到下午 然後這邊就是下午的車禍 然後假如你老闆還問你說 木月木月啊 那個下午週末 週末下午的車禍咧 那你就這邊就按禮拜六禮拜天 然後這邊出現就是禮拜六禮拜天 車禍的分布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這些資料集 你可能會很快想要在很多不同的面向 然後就是收縮然後去探索不同的東西 然後現在當你 你原本你就可以用就是程式去做這些東西 可是你程式每次要寫一個程式 讓它跑一下啊 等到結果 其實那個反應時間是比較 稍微比較久一點對不對 可是這邊有的好處就是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連續問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很多很多的問題 它有一個很快反應速度的意思就是說 你都可以很快有個feedback 很快可以接續問下一個問題 然後當然你會預期說 就是你有這樣的資料在這邊 你當然可以希望可以做一些 就是不同的操作 所以比方說這邊是全新竹 可是我假如說我家住在這邊 我小孩去這邊上學 我只想知道這個區域的車禍 那你就只要zoom in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zoom in 或者是換不同區域的同時 下面區域的車禍特性 其實都一直在更改成 就是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區域特性 那這邊剛剛有講到就是 我們所說的重複利用的概念就是 你有很多東西它其實 就是比如說你預期說換一個條件 可是你介面都還是一樣的 然後這其實是我今天最希望 就是大家可以在有限的30分鐘內 可以帶走的東西 不是說新竹哪邊最危險 而是說就是這個資料視覺化 它在試著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請大家想想看 究竟周圍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它在結構上 跟這樣的視覺化是一樣的 意思是說你面臨到問題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視覺化解決 所以我大概停就是很10秒 然後請大家想一下就是這個視覺化 或是剛剛前面看到的幾個 他們在抽象層面 他們在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你平常會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也是非常類似的結構 所以其中一個例子是就是照片的資料 什麼意思呢就是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可是當你們用智慧型手機照相的時候 你們智慧型手機會把你們現在所在的時間 跟精緻度全部都incode在你的照片裡面 然後當你把這個照片上傳到網路上 比方說匹克幫的時候 匹克幫它那邊其實除了有一大堆的照片之外 它其實還有一大堆就是位置 就是什麼時間大家在什麼樣位置拍 你想想看這些照片假如都上傳到 比如說美食紀錄的相簿 那很可能就是這邊所有拍攝的地點都是一些好的餐廳對不對 假如是 所以用同樣的介面 你好像可以做完全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邊就是完全一樣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大家把照片上傳到匹克幫 所以這邊是 這邊紅點不是車禍 這邊紅點是所有就是上傳到匹克幫 然後又標記美食紀錄的照片 然後這是上面是所有的照片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紅點不同分佈 你可以看到不同月份的分佈 你可以看到一週不同星期的分佈 跟一天不同小時的分佈 你看中間很多 下午有一些晚上有一些 那一樣你這邊可以做的是 比方說你可以看 就是比如說一個區域 比方說南港長人館 大家在拍就是美食照片的時候都是哪些 然後比如說東區拍的都是哪些 然後這邊現在瞬間就變得不是在分析車禍事故 而是在分析有點像是一個美食指南 然後假如你把資料幾切換成 比方說攝影寫真的話 所以當大家上傳這些照片 然後都標記攝影寫真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好的外拍地點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 看他跑得有點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幾個都是 比如說在這幾點跑的外拍地點 然後你可以看到南港展覽館其實有很多 所以你可以zoom in 然後網路就掛了 好所以沒關係 因為這是即時的網路 所以他其實會比較慢一些 我們再來試試看 所以這邊是不同台北景點 然後你可以看 比方說南港展覽館感覺有一個熱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南港展覽館這邊的熱點 所有拍攝 然後上傳到攝影寫真的照片 全部都是有一次的就是 就是應用展 然後感覺全部都是show good的照片 你這邊可以看到就是還蠻可怕的地方是 就是他其實他經緯度判斷其實蠻準的對不對 因為他其實全部都在一個建築物內 可是你還是可以看到就是他點是點在不同的點 就表示說其實你可以知道他確切是在什麼樣的點等等 那一樣就是這邊不是要show給大家看說 就是去哪裡吃飯啊 或是去哪裡外拍等等 而是就是請大家想想看就是 就是這個視覺化他在抽象層面 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還有什麼樣你周圍有什麼樣類似的問題 可能也適用 那今天最後要講的是U-Bike的分析 所以我們有做一些就是U-Bike的分析 然後這個U-Bike分析啊是 噢你突然下降 OK 所以這個U-Bike的分析是你想想看就是我們現在其實 就是U-Bike資料都是開放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可以就是去查說 就是比如說我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後我要去借U-Bike 然後他那邊有沒有車或是有沒有位置可以停等等 可是比如說我自己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是我每次要去借U-Bike或是還U-Bike的時候 就是我可能原本看是有的 然後可是我過去的時候就發現 就是可能停滿了或是借不到車 原因是什麼原因是因為你在查詢的那個瞬間 到你真的去其實有一個15分鐘半小時 或是半天的時間差對不對 然後就在這個時間差裡面其實會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可是我又想到另外一個東西是 其實想想就是其實像比如說 就是比如說U-Bike會不會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周期性的特性 所以比方說就是台大附近大家要上課的時候 大家就全部借光然後下課的時候就全部就是停滿等等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去撈了這樣的資料 然後我們撈了這樣的資料 然後做了這樣周期性的分析 然後我們發現這個 所以的確是有周期性的 然後這周期性其實蠻強的 怎麼樣看這個圖呢 所以假如你用GitHub的話 就是GitHub上可能也會出現的Hitmap 那看的方法是這樣 禮拜一是第一行 禮拜二是第二行 禮拜三是第三行 然後直列一二三四五是一天中的不同小時 所以怎麼樣看這張圖表 這張圖表看的方法是 就是在過去 我記得我們大概分析五個月還是六個月 應該是六個月 六個月的期間中 就是我們把它累加成星期一的 一點、兩點、三點、四點 那假如比如說在這六個月的期間中 紅色是 就出現很明顯的紅色就是說 在這個時段 很多人都在這個站別借車 藍色就是在這個時段 很多人都在這個站別還車 所以大家按讚來看的話 很多人在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早上六點 都在這邊借車 然後三個小時過後 很多人都會在這邊還車 所以我們不太確定是不是同一個人 可是我們有看到這個趨勢 在過去六個月這趨勢蠻明顯的 晚上的話很多人十一、十二點來借車 然後他們騎到蠻晚的 就是騎到接近凌晨 然後就是這邊的時候還車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是週間對不對 然後跟週末的習慣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週末你沒有看到這個很早起來的情況 這是台北一里一 所以台北一里一 你可以看到一樣就是六點借車 可是他們好像還都不是還在這邊 那一樣也有晚上九點就是借車 十二點還車 青年公園 青年公園比較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是十點還車 騎大概一兩個小時 十二點又很多人還車 十點借車然後十二點還車 然後最後一個捷運動物園站 鑒運動物園站 你可以看到平常還好一些 可是你可以看到禮拜天 很多人在禮拜天早上都會騎 很早很早的期間都會騎過來動物園站還車 所以就是一些週期性 然後一些這樣的慢頻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還剩下六分鐘的時間 那我還是多講一個好了 所以 最後我要講的是啊 就是所以在做這個資料視覺化 然後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假如這個資料結構一樣的話 你好像就可以用同一個視覺化去套用 然後所以套用這樣的結構的話 對我來講找一個新的資料結構 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比方說 我前一陣子 我在去年底的時候 找到這個資料集我覺得蠻酷的 叫做顏色列表在維基百科上 所以顏色列表的資料集大概長這樣 就是你有很多不同顏色名字 比如說 比如說 番茄紅啊 暗桂紅啊 珊瑚紅 然後就是你有一個相對應的色 是什麼 所以你想想看 中文有這樣的資料集 然後很多不同的語言都有這樣的資料集 英文也有這樣的資料集 然後我有興趣的知道的東西就是說 那請問這是一種資料嗎 然後這種資料 比如說中文跟英文有什麼樣的差別 所以我就做了這樣的一個視覺化 我就把所有的資料全部都撈出來 然後我把它MAP在一個 調色盤上 怎麼樣看這調色盤呢 就是它現在是一個圓 然後它有兩個維度 一個是角度 一個是直徑 所以我用一個模型叫HSL 然後我把就是角度 把MAP在不同的彩度 所以這邊每繞一圈彩度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越外面的話 現在我是越外面是飽和程度應該是越高 飽和程度比較低 然後裡面飽和程度比較高 然後你可以把亮度變成直徑 所以你可以切換直徑的就是維度 所以現在越外面是越亮 越裡面是越暗 這是中文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把英文加進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文的分布大概是這邊 有些有很多顏色的名字 有些比較空 可是英文加起來會怎麼樣 然後這是英文 你可以看到英文在其實幾個區域都多很多 然後你一樣也可以做 然後你可以比較 然後你可以比較中文跟英文兩個資料集 所以這是英文資料集 這是中文的資料集 面對面比較 那可是永遠值得問的 然後也是我最後希望可以留給大家的東西 是說怎麼樣改善 怎麼樣改善就是你的視覺化 就是或許這個會是一個好的視覺化嗎 然後其實情況是就是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永遠都試著懷疑自己說 或許有一個更好呈現這個資料的方法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我大概用 就是剛剛切換幾個butt角度去看這個資料 可是你回去看就是我們資料集 就是還記得 就是回去看我們資料集 然後其實我好像沒有捕捉到一個特性 沒有捕捉到它的特性是像這樣 蘋果綠、綠黃、草綠、草皮綠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邊好像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是它會緊接著比如說綠後面一個字 然後我剛剛的那個視覺化好像沒有捕捉到這件事情 所以一個更好的視覺化會是反映這個資料的結構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做的方法是把一個名字一個顏色名字 每個字每個字切開 然後看哪一個字用的最多 所以假如你這樣子做的話 你就會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紅色、藍色、綠色 是中文字中就是最常出現的資料名字 另外還有一些出現不是跟顏色相關 像是比較暗 有出現暗的顏色好像都比較暗 有出現亮的顏色都比較亮 石頭、松跟龜 就這幾個是不同物品的名字 然後它有相對應的顏色特性 然後這是青色 然後這是中文對不對 紅色、藍色、綠色是最多 然後你用同樣方法去分析英文的話 你可以看到英文最多的是 藍色、綠色、然後紅色之前其實是粉紅色 所以英文有的粉紅色名字是比紅色更多的 所以一樣你也可以做這樣的切換 可以看到這還是以顏色基底為命名的方法 然後這是以不同物品為命名的方法 然後英文還有這個用水果還有花做命名方法的方式 以及跟中文一樣它也有用形容詞 就是暗、亮等等 然後因為還有一個很酷的命名方法 就是用地域特性 所以比較法式、西班牙、波士 然後這邊是英文等等 所以對這個地域名我們有一個相對應的地理特性 所以大概是這樣 然後快速開放這個QA QA前總結一下我今天講的東西 就是知道很多 然後情況很複雜 不要叫大家相信你的品牌或是權威或專業 試著很清楚解釋你的資料 很清楚解釋的資料的意思是包含 你有資料本身、你有計算還有假設 你試著把這三個部分都很清楚給你的讀者看 那它不需要相信你 就可以相信你所得到的結論 然後我還談到 比如說不同的資料結構可以用同一個視覺模式做 然後你要想想看這個視覺模式 還可以套用在什麼樣的資料結構上 然後以及就是自動化 然後互動等等的概念 所以我們還有1分20秒 有任何問題嗎 好 好 抱歉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所謂的差異性分析的這個部分 統計分析的部分 在這些視覺化的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通常會怎麼做 或者是說基本上不太處理這一塊 想請教一下 懂懂懂懂 所以當然假如你有一個比如說 就是我剛剛是有比方說 大家看到有一些差別的東西 我覺得剛剛問題還在問說 這些差別是不是一定是顯著了 它信心水準是多少 我覺得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假如你做完比如說一些統計的分析 一個是差異化或者是等等的東西 你有一個結果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結果視覺化 另外一個進行方法是 你先有一大堆資料 然後資料裡面丟進一個介面 介面裡面分析 然後你知道好像有幾個問題 你可以就是去問 然後再用這幾個問題去弄一些差異化 分析啊等等的東西 所以兩個方法 我覺得好像都心得通 還有嗎 5秒 4秒 3秒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才那個 就是那個圖形化的效果很棒 而且它在轉換的過程中 它不是直接變更加的效果 而是它會有抗動式的效果 那種抗動式的效果 你怎麼會去抓那個舒服的移動 就是說很快的話 或者很慢的話 其實都會讓人感覺到不太舒服 但是你抓的是正好很順暢的效果 大概怎麼轉換 所以其實就是try and error 所以比如說 這也是我希望 原本最後一個 就是這張同一個影片所帶來的東西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切換很多不同的方法 在講同一個資料 然後這其實也是在做資料視覺化的 就是東西包含 比如說動畫 就是你要切換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講同一個資料 看什麼東西可以握耳 看什麼東西不行 很高興 謝謝大家的時間 接下來還有下一段 可能會有比我更精彩的東西 然後我們都會帶到 就是接下來休息時間 假如你們有Q&A的話 非常那個時候 歡迎那時候再跟我請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穆月為我們帶來精彩的分享 那我們中間是沒有休息時間的 那我們第二個議程的講者是柯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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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